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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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到頭 怎麼可以沒有抱開 對啊 怎麼可以沒有抱開 踩了就要抱啊 不用了 你們付錢我就踩 非常快的再補充一下剛剛有很多同學來問的問題 的確是很令人困擾的事情 就是剛剛講的這個 把這個修正項裡面的φN把它拉出來 所以拉出來了以後 我應該寫清楚一點 他這個前面的施度団就不會是1 OK 就不會是1 所以我才會在這裡寫說 做完了此事以後 吃完飯了以後 你要再乘上一個常數讓第一項設為1 OK 再設為1 所以再乘上一個常數 那乘上的常數就會出現在這裡 也會出現在這裡 那不過沒關係 我就把它吃進去 重新定義那個乘上係數了以後的那個傢伙 叫做phi n1 就懂了意思嗎 所以一開始的phi n1 跟後來的phi n1已經是不同的phi n1了 因為我乘上了一個常數 但是我不care 因為量子力學裡頭 你可以隨時把一個狀態乘上一個係數 對你的結果一點影響都沒有 對你的狀態本身是沒有太大的影響 這是只有在量子力學裡面才有的這個自由度 普典力學就不能隨便幹這種事情 OK 好 那更重要的是 那這個條件就是你這個修正項 跟phi n是正交的這件事情 你把這個修正項乘上一個係數 這個條件還是成立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OK 所以這是小小的細節 你想搞清楚就把它搞清楚 不想搞清楚你就記得說 有這個正教的條件直接放上去 等一下你就會看出來 為什麼這個正教條件對你最後的結果很重要 好 那第二個比較難的 各位同學會覺得比較難的問題 就是上面的這個 為什麼這個 這個phi n是他的這個本真太 我覺得最容易的說法就是這個h0作用在半n上面 我說就好像是一個數作用在上面一樣 那這件事情如果用brate來討論的也會是對的 就是你的這個h作用在左邊的brate上面 就會跟一個數作用在它上面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相減就必須是0 那這個數學上有點抽象 比較容易的對應就是 如果這個就是一個列項量 OK 就是一個 對不起 航向量 那它所對應到的列項量 就是我想的這件事情 OK 對那列項量 那因此 如果你把這個看成一個矩陣 矩陣存在它上面 就你它所對應到的列項量 你通常叫做取compress conjugate 所以你導過去了以後的這個列項量 就會是它的列項 phiN所對應到的列項量 乘上這一個算子它的dagger 它的adjoint 它的adjoint 那它的adjoint呢 數沒有什麼好adjoint的 因為這是個時數 h的adjoint就是它自己 所以我這個我自己寫的事實上就是它的adjoint 這有點抽象 所以我看我能不能夠回去了以後 再怎麼樣的把它加一張圖影片 來解釋這件事情 那如果這個是你唯一的一個障礙的話 讓我告訴你這件事情是對的 我到時候再仔細把它說一下 但是呢 重點就是左手背是0 因此我就很容易的就把這個EN1 就可以解出來了 所以它就是圍繞項它的這個希望 OK 好 先讓我把這個修正項 狀態修正項寫完 我立刻就會給你一個例子 來讓你看為什麼剛剛講的那些事情 是要怎麼樣子來做預算 說不定講完這個我們就可以下課了 來 那現在讓我們來 剛剛是把這一個一次的本身值方程式 讓它取phiN的內積 第二步我讓它取跟phiM的內積 phiM就是表示你的M跟N不一樣 意思就是說剛剛講的N等1 我如果要算N等1的話234567 算N等2的話13 這樣更多意思嗎 所以我的這個M是跟M不一樣的 然後我把它來跟剛剛這個東西做內積 剛剛這個東西做內積 好 做內積的時候 剛剛的這件事情還是對的 因為phiM它也是H0的本真值嘛 它也是H0的本真值 對不起 也是H0的本真π 那我把它的本真值叫做EM0 就跟剛剛的EN0是一樣的道理 只是這個M跟這個N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值的 再一次如果N等1的話 M就是234567 N等2的話它就是134567 這樣子 但是它的式子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因為你的這個H0這個phiM 依舊是這個H0它的本真π 本真值是EM 所以呢 這個算子作用在這個brate上面 就會等於 等於 它就會等於0 或者應該講更明白一點是 H0作用在它上面的時候 我應該把它拆開來看比較好一點 它作用在它上面的時候 就等於EM0作用在它上面 因此你在這個左邊夾一個phiM 這個H0作用到左邊來了以後 就等於EM0 這個EN還是EN 因為它是一個數 那這個phiM呢 就透過來跟它做內積了 就變成這樣 可以嗎 我應該下次再修正一下 加一個式子 讓它看得更清楚 但是呢 你自己心裡要想像 這個傢伙在這裡 這個傢伙在這裡 那H0作用在它上面了以後 根據這個式子 H0作用在它上面 就等於EM作用在它上面 OK EN是一個數 所以EN還是維持原來 所以是EM減掉EN 然後呢 這邊就會有一個phiM在這裡 這個phiM就會跟這個phiM做內積 右手邊呢 右手邊當你把這個phiM呢 存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它第一項是根本等於0啊 因為phiM跟phiM 兩個不能相等啊 所以第一項就等於0 這有第二項還留下來 再一次第二項呢 這是H1乘上phiM 是一個cat 當它跟phiM做內積的時候 就是H1乘上phiM 再跟phiM做內積 因此就形成了這樣子的一個矩陣源 就像剛剛的那個期望值 非常的類似 只是剛剛的期望值呢 是兩邊的N是一樣的 有沒有 這邊是phiM 這邊是phiM 但現在我們乘上去的這個傢伙是M 所以呢它不一樣 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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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記不記得 你這個是一樣 用這個來代表 它這個是真實的值跟理想的值的差異 那這個差異不一定要沿著原來的 理想的那個X軸的方向嘛 意思就是說 你的這個phi n 1 跟phi n 並沒有任何關係啊 所以它不需要跟phi m 它跟誰正交 等一下 根據我們剛剛的這個條件 它是跟phi n 正交 就是phi n 的修正跟phi n 正交 那跟其他的軸並沒有一定要等次正交 所以要記得這個是修正跟它自己正交 但是 那這個exactly就是我想要算的東西啊 因為phi n 修正跟phi m 做正交的時候 它其實就是在把一個向量投影在phi m 的方向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剛剛的這個C啊 不要忘記了 剛剛講過你的修正可以把它用phi k 來做展開 把它用phi k 來做展開 前面的這個係數就有點像是這個向量在這個方向的投影 我們把它叫做C n k n 就是這個n k 就是這個k 但你後來要做sump 因為你的這個k可以從所有是n的值都要爆發進去 而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投影 那投影怎麼算 投影呢就是你把這個向量跟phi k 來做內積 phi m 來做內積嘛 向量分析啊 你把一個向量呢 你要想知道它在某一個那個 某一個這個軸上面的投影 就是把它跟單位向量來做內積 所以這個跟它做內積 exactly 就是這個係數 OK 所以係數已經找到了 這個係數呢 各位第一次見面 用黃色的這個字就是重點 這個重點 所以它就是h1夾在phi n跟phi m的中間 除以1n0減掉1n0 算完了 所以有了這個C了以後 我把它放進去 我就知道我的理想值 這個真實的這個狀態 跟理想的這個狀態 兩個的這個一階的修正 就已經寫出來了 我的修正就已經寫出來了 所以一階 結束了 OK 一階就結束了 OK 好 當然啦 這個符號 可能會讓你有點臉花撩亂 所以呢 比較好的方式就是 你要把它跟那個對照 前面的這個看起來非常令人這個 滾搖的一個符號 它像是一個數啊 你要記得 它就是C啊 最好的想法就是把它看成是投影啊 再一次 這個是真實的值 這個是理想的值 這一塊是修正 我把修正對phi k做展開啊 有沒有 那個像樣的圖 我把真實的值跟理想的值 中間的這個修正 對 xy 軸 z 軸來做展開 那這個就是它的投影 剛剛算出來的就是這個投影的值 會是多少 就是這個 OK 好 等一下 我把這個圖 現在呢 你可以 所以把兩個結果放在一起 所以呢 這個結果 跟上一頁的這個結果 就是我們的一階的結果 一階的能量的修正 跟一階的本真太的這個修正 所以你多多少少也看出來 為什麼我剛剛做那個非常複雜的事情 怎麼把裡面把東西抽掉啊 什麼等等等等 現在你大概可以了解為什麼 因為你看 如果沒有抽掉的話 你的這個的分母 1N0減掉1K0 如果你的這個K呢 沒有下面這個K不等於N的條件的話 這個是無限大矮 有沒有 因為如果這個K可以等於N K等於N意思就是說 你的這個修正 有包含 5N的成分在裡頭 兩個的差距 有X方向的投影跨 那這個事實就不能用啊 這個事實就不能用啊 這個事實就不能用啊 因為1N0 那兩個減起來不是0啊 0分之一不是無限大嗎 所以為什麼剛剛要把它抽出來 現在才終於了解它的意思 當然這是數學的意思啊 我個人不覺得有什麼太大的物理的意義在裡面 當然是就因為我把那個東西給它抽掉了 量子力學容許我們把那個成分給抽掉 因此我得到一個非常簡單的事實 要不然的事實就變得很麻煩 所以你有看到 所以這個K不等於N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 要不然你的這個分母的1N-1K 就會變成是無限大 OK 好 那這個事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兩分鐘 這個一事實告訴你說 你的修正呢 腦筋裡面要想像這個N呢 比如說N等1 K呢是N等2 N等3 N等4N等5 那所以對N等1的這個修正 哪一些項比較重要 靠近它的嘛 離它如果越來越遠 比如說再次我們用性原子來做例子 我們用性原子來做例子 N等1我們來看它的理想的修正 它的這個圍繞的修正 那你如果是N等於1800 1800 它的能量跟它不就差距非常的大嗎 很高嘛 對不對 對不對 1800的能量 減掉你的這個N等1的能量 這個非常的大 可是它在分母 所以它的貢源就非常的小 所以呢 所有的氫原子能階 對氫原子的 比如說N等1的這個機態 影響最大的 是靠近它的人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非常非常簡單的一個結果 雖然說你要把 照理講你要把所有的東西都加在一起 但是呢 靠近的比較重要 同理如果我剛講N等1 所以呢 所以N等2最重要 N等3稍微重要 而以此類推 到比較高一點 比如說我們現在講N等10 那就是N等於9 N等於11 對你來講是比較重要 因為它跟它的能量比較靠近 能量比較靠近的時候 這個能量下分母的這個能量差 就變得非常非常的小 倒過來就變得非常的大 貢源就會變得大 比你非常遙遠的那些傢伙 對你影響很小 就是這個意思 非常非常有用的一個結果 非常有用的一個結果 好 再給我10分鐘 我們要做一個例子給大家看 今天都不能這樣子 只是講非常非常抽象的東西 來 我們來做一個例子呢 就是飛斜震盪 你就知道我剛才講的這些東西 特別是我們要來算能量的修正 看能量的修正 來 所以我們說過呢 那如果是一個飛斜震盪的話 那就是我在原來的這個減斜震盪值 後面加上一個不是原來的 彈力未能跟動能的一個像 比如說通常是x的四次方 x的四次方 前面這些係數非常量的複雜 只是為了最後的結果比較簡單 所以你第一次讀的時候 你可以完全的忽略掉前面這些係數 你就要記得有一個浪達在這裡 有一個x的四次方在這裡 前面都可以先忽略掉 沒有太大關係 最後你就發現 因為我這裡這個λ是降取的關係 所以最後的結果看起來比較簡單 這只是你的參數的取法而已 所以再一次你的這個h1呢 你的這個圍繞就是x的四次方 好 我可以問這個問題 當我加上了一個像這樣子的像以後 你的這個減斜震盪值 不要忘記了減斜震盪值 這個是真的有用的 比如說那個分子的震盪 所以分子的震盪它就是一個減斜震盪值 OK 那在分子的這個情況下 的確就有像這樣子的修正效會出現 所以你看到這個結果不是 是真的會有用的 是真的會有用的 好 所以現在我就問 加了這樣子一個圍繞了以後 對機態能量的修正是多少 機態就是n等於0 好 n等於0 n等於0 所以這裡寫一個0 n等於0 它的能量是2分之h bar 歐米化 不要再回憶一次 減極量子彈簧 是從小學就學過了嘛 量子彈簧它的機態是n等於0 n等於1 n等於2 n等於3 n等於4 那我都是用這個A 有一個creation operator 有一個annulation operator 對吧 creation operator會把你的這個n2加1 annulation operator會把你的n-1 那當然前面還有一個這個係數是很重要 所以我把它的結果都列在這裡給你看 OK 那這個n呢 代表的就是你有一顆量子還是兩顆量子 三顆量子 四顆量子 所以n等於0是沒有量子 所以它有一個2分之h bar 歐米化在這裡 那n等於1就是2分之h bar 歐米化再加上一個量子h bar歐米化 所以呢 你的n-type 它的能量呢 就是2分之1加n 乘上h bar歐米化 這個問題 再來就要算囉 啊 再來要算太簡單了 全部在接下來就是數學 因為已經算完了 你的lambda 你的修正 就是你的h1的期待值期望值啊 就看你要修正哪一個狀態 這裡呢 我用機態做例子 照理講你也可以是n 你也可以是n 我們的課本就用n叫你去算 OK 不要那麼 我們課本的C體說錯了 課本的C體就要你用那個n-type 去算它的這個修正 那我們用0-type G-type來做例子 比較簡單一點 好 所以呢 如果是現在來計算 G-type n等於0 它的能量的修正 根據我們剛剛的這個得到的結果 101就是它的修正 就是h1的期望值 h1 什麼叫h1的期望值 就是h1夾在兩個基態的中間 那當然你的這個h1呢 你居然就可以把剛剛得到的這個 寫下來的這個h1呢 把它塞進來 那我剛說過前面這個係數你就不用管它 所以基本上這個h1呢 就是x的四次方 所以你就是x的四次方0夾在兩個0的中間 好 這個怎麼算 這很簡單算嘛 因為上次就說千萬不要忘記 只要你碰到任何減協認當的問題 看到x你就要心裡先知道 x呢就是a跟a的叠加 這式子也寫在這個地方 然後p呢是a減掉a的叠加對不對 喔 所以就把它帶進來就好啦 所以基本上我要算的事情就是 0、0中間是a加上a的四次方 各位 好 今天接下來的5分鐘是算數了 接下來就是算數了 到這裡有問題 這是物理 物理就結束了 因為我們的圍繞理論 讓你可以算這個事情 來 那數學呢 接下來是算數了 所以你a加a的四次方 所以是a加a的一個 a加a的一個 a加a的一個 夾在兩個0的中間 來 那怎麼算呢 啊 覺得以後Tony就說 那把它盛蓋來就好 16個像 也可以啦 16個像 只有1像有12年 那你稍微化解一下 稍微像腦筋 稍微化解一下 首先你的這些 a加a的一個在右手邊 撞到這個0的時候 這個符號好玩 就是你真的可以這樣子 用這種非常粗比的語言來說 就是這個傢伙撞到它的時候呢 那A作用到它是0 不要忘記了 A是Millation Upgrade 是讓你降能量的嘛 那你一是0還降什麼降 所以A作用在上面必須是0 這個是當初我們說過很多次 所以這項不用啦 同理 它的對應的cap A dagger撞到0 也是0啊 就跟這個A撞到它的時候是一樣 所以我才會說 你A撞到它 你取compress 你取了一個這個blade以後 它就變成它的 dagger 0 這樣子 那這A dagger的0 也是0 所以這項不用了 這項不用了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化檢成這個 OK 好 那到了這一步 你其實還有兩個項 你可以知道是不存在的 雖然在已經化解很多 因為只剩下四個項要討論 但這四個項裡面 又有兩個項你可以丟掉 為什麼 你看嘛 A dagger作用在0 當然還有一個係數 但是你立刻知道它就是1啊 A dagger作用在0上面 它就是1啊 因為它從0多了一顆量子嘛 所以A就變成1 這個如果說你是AA的話 那一顆每乘上一個A就要殺一顆 再乘上一個A 再殺一顆 再乘上一個A 再殺一顆 你公布這一顆怎麼殺了三顆 大家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AA這項也沒有啊 OK 同理 A dagger 每乘上一個A dagger 就加一顆量子 再乘上一個A dagger又加一顆量子 再乘上一個A dagger 再乘上一個A dagger 再乘上一個一個量子 你殺掉了一顆 還剩幾顆 兩顆啊 這會不會算 再一次 我要算的是這個跟這個 告訴你這個跟這個也可以丟掉 因為A dagger 這裡一個A dagger 從0裡面給一顆量子 再給一顆 再給一顆三顆 減掉一顆變兩顆嘛 N乘2 那N乘2跟N乘0是正交啊 不要忘記了 千萬不要忘記了 不同的本真態 不同本真值的本真態是正交的 所以呢 2跟它是正交的 所以數字對不上就不會是 就會消失掉 好 所以呢 A dagger A dagger A A 所以唯一剩下的就是A dagger A A A dagger 稍微Check一下 這個變成 這個生一顆 再生一顆變兩顆 對不起 生一顆 再生一顆 減掉了一顆 變成一顆 再減掉一顆變成0 所以跟它會是對在一起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一定要是兩個 兩個生兩個降就對了啦 這個講這麼多 好像在做那個小學生的算數 但是你懂我意思 所以你必須要剛好是兩顆生 兩顆降 結果才會是對 不然就全部都是0啊 自己看就知道 再兩分鐘我們就要下課了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你當然就可以把這兩個相 兩個相就可以真的去算了 就帶進去算了 所以我比較懶惰一點 我還把這個東西呢 再倒一下 這是一般都會這樣做 A跟A dagger呢 我把後面這一項 這個A dagger拿到前面去 所以它就變成兩倍 而我就要補上一個兩個的差 兩個的差 就是A dagger A A dagger 跟A dagger A的差 那我知道它是一樣 剛剛講過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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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A dagger的它的 commutator是等於1 因此 那就表示 AA dagger減掉A dagger A 它的差是等於1 所以當我把它這兩個倒過來的時候 補到前面去變2 我要再補上一個E在這個地方 算完 OK 所以如果這個是1的話 0變成A dagger再降一個 根據剛剛的這個結果 是1 這個 它升一個 你自己去算 你要自己去算 所以0呢 乘上A dagger 乘上根號1 再減掉一個 又乘上一個根號1 再加上一個A dagger 又乘上一個根號1 再減掉一個A dagger 又乘上一個根號1 所以4個根號1乘在一起 1 自己去玩 自己去玩一下 我在黑板上講 可能不知道我在幹嘛 但你自己去玩一下 就是這個A dagger 最後在上面 根據這個式子 就有一個根號1在前面 好 總而言之 這個就是2 這個就是1 所以再加上一個3 所以呢 那剛剛我剛剛忘了講的是 我們前面這些係數呢 X它事實上不是只有A加A dagger 前面還有一個係數 還有一個係數 那這個係數就會把剛剛的這個 看起來讓你很討厭的這個東西呢 給消掉 所以剩下的是4分之1倍的H bar OK 所以再乘上一個3 算完了 所以能量的這個修正 4分之3倍的H bar 所以這個是圍繞論你所得到的 第一個具體的結果 激態的能量修正 激態的能量修正 照理講 你如果很閒的話 你其他的N 其他的狀態 你也可以激態修正 你會發現如果加上圍繞了以後 你的這個能階就不會是一顆一顆的量子 你就可以想像在比較高的能量 它就會移動 你當然可以把它當成是一個科學展覽 去想像看 那比較高的會變得比較多呢 還是比較低的會變得比較多 就是你的這個EN呢 跟你的N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你可以算出來 OK 但是不是很容易 因為你可以從中間的這個算數呢 有一點點麻煩 所以我也不知道結論是什麼 但是原則上 所有的能態的這個變化 它的修正你就都可以算出來 OK 好 那這是E1 下禮拜呢我們就要算E2 正知道E2也不是太難算 正知道E2也不太難 而且有非常非常漂亮的結果 為什麼需要算E2呢 上次跟大家講過 因為有時候E1呢會是0 有時候E1會是0 所以E2就變成是起始下 所以我會幫大家算出來的 減協震盪的E2的這個值 它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但是也沒有真的複雜很多 所以E2也可以算出來 所以E1 E2 所以原來的那個機態的能量 它的第一階修正 第二階修正 據說還有人可以算到 第四階修正 第五階修正 第六階 好像這都是算到第五階 還是他說可以到 我不知道可以算到幾階 但是呢 你看他們有人是真的可以算出來的 所以回饒理論是真的可以一階一階一階的算下去 好 放你們走之前 這禮拜我以後會講比較多 所以先把CT給你 CT9 但是呢 這是一個半禮拜 那如果講的實在太慢 還可以再演一個 演兩天也沒有關係 不過先把它的題目告訴你 題目告訴你 OK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 如果看得比較快的同學就可以開始先做了 好 那今天是一定要教 好 我們下禮拜見 祝大家有愉快的同學 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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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課